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講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著名的撐警藍絲藝人朱亭軒 又名玻璃珠 在網上分享了幾則故事 只不過全部都是用來唱衰黃絲 其中一個故事更加是有一對 年輕的香港情侶帶電槍入英國境遭遣 惹來了不少網民的質疑 就認為他所說的東西是腦作出來的 第二宗消息 《文匯報》繼續暢淡BNO移民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朱亭軒在網上說了什麼 他宣稱 繼12人的黃絲家庭遭遣返後 又有一對黃人情侶 在入境英國的時候 在寄倉行李當中被搜出了兩把電槍 關員問他們為何要帶電槍入境 他們說 因為怕共產黨和香港警察在英國襲擊他們 最後遭到當局扣起了電槍 並且禁止入境五年和即時遣返香港 朱亭軒說 部分人妄想迫害症發作 實在是病入高坊 他說多名大陸貪污走佬的富豪 仍然生歐歐地在外地過活 沒有給你們眼中的妖魔滅口 你們這班又沒錢又沒面子的人 為何要勞私動眾去追殺你們呢 他又說這個故事出來 很多人就提出了質疑 首先來講 有沒有人會因為 怕共產黨而帶電槍入境英國 這件事本身是不合理的 就算有人恐共也好 我又不是很相信 會帶電槍去其他國家 因為他正正就是恐共才要離開香港 照計他們離開了香港以後 就不需要再擔心人身自由 還帶電槍來做什麼 其次的就是 朱亭軒聲稱 說這兩把電槍是從寄倉行李搜到的 奇怪了 你起不時押曲線 嘲弄香港的寄倉行李的安全檢查出現了問題 就算是寄倉行李也好 後台一樣會做安檢 如果有人無力投塞兩把電槍 進去寄倉行李那裏 一過X光機就什麼都看到了 除非你朱亭軒就認為 香港機場的安檢程序是流過劉江華 如果不是 就不可能發現不到有電槍 當然他面對著那麼多人質疑的時候 他又有話說 他說 你有沒有寄倉行李出境過的 有檢查過嗎 電槍不一定是窗型 質疑人之前做多些research 黃人果然是腦閉塞 他這番的反駁 其實就沒有解答到任何東西 純粹就是借機右踩黃絲 基本上香港的安檢已經是做得很足 有什麼可能普通市民帶得到電槍上機 我不相信 有些人又質疑 究竟你說這番的說話 那個可信性有多大 為什麼英國媒體從來沒有報導過 如果有人可以帶到電槍 去寄倉行李那裏被搜 這個其實是很大的安檢流動 你今天帶電槍 下次會不會帶炸彈 人家是會擔心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是涉及到恐怖活動 恐怖主義的東西 一定是零容忍的 如果這件事真的有發生的時候 照計英國媒體就會大肆報導 又不見得到有一篇出來 純粹是你朱庭軒自己說 當他解說的時候就說 他是有求證過第一身才寫的 而且要保護消息來源 但是千真萬確 他在英國的朋友 就是當地的執法人員 是第一身親口跟他說 又是聽朋友說 究竟這個朋友是真實存在 還是憑空想像出來 沒有人知道 只有他朱庭軒自己才知道 其實他寫這篇文章 目的無非是想跟那幫藍絲 在圍爐取暖 借機就弄幾個這些故事出來 目的無非就是要踩低黃絲 自製優越感 其實我不相信 有任何一個黃絲會愚蠢 在明知道他們想帶的物品 是違禁品的情況下 仍然會犯禁 試圖 擺放在記仓行李那裡蒙混過關 因為這樣會面臨著很嚴重的後果 所以我不相信有人會這樣做 而且當他一心要移民到英國的時候 更加不可能做這些 然後我們又看看 到底 《文匯報》他們如何唱淡BNO移民 他們昨天有一篇稿出來 標題就是 《蠢王壽善》 疑英中了腹 如今失業就欲反港 他們內容是說什麼呢 就說 事實是殘酷 現時英國失業率 裁員人數 屢創新高 不少港人英文水平不足 對當地文化了解低 搞得找不到工 經濟更是陷入結局 不少富英港人求助無門 甚至錯信朋友介紹給人騙錢 都在慎貼錢買爛售 英國賺食那麼艱難 生活習慣 文化氣候又難以令人適應 打退堂股回來香港 看來就是他們唯一出路 文匯那篇報道就是這樣寫 實情 他說英國的失業率 真是大有文章 因為英國的失業率只是徘徊在5%左右 但是香港剛剛公佈的失業率已經升到7% 即是香港 失業的情況是遠比英國嚴重的 如果張國均之流就說英國已經陷入水深火熱的狀態 似乎香港已經是熱到 滾水 你的失業率高於人家的2% 你說人家水深火熱 香港是什麼 大家要以同一個標準來衡量才行 而且英國政府 持續支援當地的企業 花了很多錢去補貼那些企業 幫員工出糧 所以人家就維持到一個相對低的失業率 反之陳茂波公佈這個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叫他派多一點現金 他已經是不願意了 派這個電子消費券又派得比人差 5000元都要分開五個來派 請問你會否會分五次 離譜了 人家很多人是想換雪櫃換電視機換電飯煲 換不了 謝謝你 他就用來洗濕星的東西 1000元 那麼你怎麼吸引市民去消費 怎麼刺激經濟 浪費又學人家 然後這篇文章又說 有些人的英文水平不足 如何如何 其實這些就叫做找來講 一個人去到那個環境 周邊的人全部都是講英語的時候 他不其然都會受到這個氛圍所感染 他遲早都是要被迫適說 因為他不適說的時候 根本上就溝通不了 他不可能長時間 只是跟華人溝通 所以這些語言的東西 就很糟糕 懂英文不是特別厲害 但是 你去到那個環境 遲早你都會懂得說 所以這個是不成問題 另外這篇報導就說英國賺食艱難 實情如果說賺食艱難 香港賺食都不容易 而且現在移民去英國的人 比起早三四十年前移民去英國的人 就已經是很大的不同 不要說英國就算三四十年前 香港人去到美國 去到加拿大 去到澳洲 那種的苦況 跟現在根本上又沒得比 早一輩的移民的香港人 有誰去到當地不是熬出來的 終於現在熬到出頭 熬到子女出身 才算是生活好過一點 移民的東西不是個個都那麼優厚 當然要看他自己的家境 本身的經濟條件是如何 但是整體來說 現在這一輩的人去移民 就已經比上一輩的人移民輕鬆得多 當然上一輩的移民再比上一輩也是輕鬆的 根本上最早期的移民就是賣豬仔 送到美國就是做礦工做菇喱 現在根本上也是不能同日而語 所以你說賺食艱難 我覺得如果是艱難的話 去哪裡都是這麼艱難 都是賺食的 還有說文化氣候難以令人適應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英國的氣候 經常都會被人拿出來說 有些人特地說英國有一個叫做 冬天抑鬱 叫做winter depression 我自己就覺得這些是找來講的 根本上你那期剛剛去到 不是那麼適應 你就剛剛撞冬天就覺得抑鬱 實情一個人有什麼抑鬱才行 冬天日照時間七個半小時又是抑鬱 夏天最長的時候日照時間十六個半小時 那也是一條數 我經常都說所有東西 拉回雲都是去平衡點 除非你說處於極地 極地你就經常見不到陽光 根本上人家有什麼問題 這個氣候 如果說氣候有問題 廣東的氣候也有問題 以前的中原人士 是很不適應嶺南的氣候 李白有首詩其中兩句就這樣寫 江南障礫地 逐客無消息 江南這些地方充滿著障礫之氣 障礫之氣就是 你那個地方有很多樹林 陰陰濕濕濕 那些叫做 濕熱 搞到他有很多疾病 有藥疾 他不喜歡這些地方 逐客無消息的逐客 被人貶官 被人驅逐 去到邊疆 因為以前廣東屬於邊疆 那些無消息 沒有了 那些人是 你說 說氣候 因為我們香港人熟悉了 習慣了 香港的氣候 廣東的氣候 就覺得沒有問題 以前的人都是覺得很不適應 你說去到英國很不適應 一會又說冷 一會又叫 日照時間短 如何如何 是看你適不適應 就是阿知阿捉 住久了就是一翹養 那麼多華僑在那裡住 就是這樣 你不見人家在那裡吵 是不是 所以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找來講 最重要的是 去了那些人 不要被人看死 你一定要自強不適 不要在那裡 滲到樹葉都落 在那裡怨天怨地 因為你自己選擇 所以正確的態度 應該是要堅毅不屈 在過程當中 難免有些人會 會嘲弄你 恥笑你 遭責你 諸如此類 你應該要化這些負面的言語 作為你的能量 來做好你自己 當你做得好的時候 那些人沒有聲音 就能讓他跌眼鏡 你應該的態度是這樣 其實不需要你這些閒言閒語 最重要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對得住天地良心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